大家在中国有什么好吗? 好,讲中文。 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活动,我是 UCLA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叫白瑞文。 今天非常荣幸可以请到陈思宏先生 来我们学校跟我们做这么一个沟通吧。 那今天我们就是以对谈的形式吧, 我预备了几个问题,但是接下来 希望可以开放时间,让大家有更多的互动吧。 但首先要替陈先生做一个简短的介绍吧。 因为陈先生他目前生活在德国吧, 过去是一个演员,非常资深的演员, 演了好几部电影,包括Ghosted, 龚宝宏, Global Player等等。 有台湾电影,也有德国电影嘛。 然后呢,他又是Performing Arts Review的一个作家, 目前还在为他们专专栏吧。 已经没有写了。 已经没有了,过去了反正。 然后他的著作,其实相当之多, 有小说,还有三文集,包括楼上的好人, 佛罗里达的变形记,第九个身体, 叛逆波林,还有波林继续叛逆, 写给自由,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讨论的这个鬼地方, 最近又被那个时代人翻译成英文, 而且最近在纽约时报啊,各个媒体都做了非常正面, 非常好的评论了。 所以我们为陈先生感到非常高兴了, 有把台湾文学推到海外去的。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的讨论要围绕着这个鬼地方这本书的, 但我想我们讨论的范围可以非常的开放吧。 那第一个问题,我想我们都从鬼开始吧。 因为鬼地方,这个标题很有趣吧。 当然鬼地方就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是ghost这个意思。 另外呢,我也看了蛮多当代台湾作家, 会用鬼当作那个正在为同志圈了, 像武贺有一本小说叫鬼儿与阿妖, 或者陈雪有一本叫鬼手。 反正经常被接用在这个同志圈子里头, 能不能先从这个鬼这个概念看? 好,没问题。 我先讲就是鬼地方,各位同学们, 就是鬼地方这三个字翻成ghost town, 你们满意吗? 因为其实我们当时时代永老师在翻译ghost town的时候, 他就很坦诚跟我说, 他找不到一个英文的词汇是可以代表鬼地方, 因为其实鬼地方这三个字不是讲鬼, 不是那种鬼那样,对, 可是重点不是,这很复杂, 因为其实这三个字中文里面是很复杂的, 我不知道在讲中文的几个华人社区, 这三个字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意思, 但是我去至少问过香港人, 其实意思跟台湾用的很像, 就比如说我今天在UCLA面说, 我很讨厌这个地方, 我就会说UCLA有什么鬼地方吗? 对,但是他其实不是讲那个吓人的鬼, 但是他其实还有很多意思, 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个偏僻的地方, 中文叫什么鸟不拉屎, 鸡不生但鸟不拉屎, 乌龟不靠岸, 对,就是一个偏僻的地方, 然后他有可能是一个, 反正就是他通常是一个负面的词汇吧, 但是我们把它翻译成英文的时候, 然后我们想到几个地方, 比如说什么God forsaken place, 什么deserted place, 后来想半天之后, 到后来有施老师决定就是用ghost town这个字, 对, 然后他其实并不是很完整的可以表达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可以回到鬼这个字, 因为的确在台湾文学里面, 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汇, 比如说李昂很喜欢写鬼, 他很喜欢写女鬼, 然后我觉得这个身为一个台湾人, 跟鬼很难离开, 很难没有, 很难能够不去想鬼这件事情, 我们鬼在我们台湾文化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想你都可以同意吧, 就是我们就算你是不同的宗教怎么样, 在台湾一天到晚从小到大, 一定都会接触到鬼这个字, 对, 每个学校里面都一定有很多鬼故事, 对, 然后你去录影的时候一定会,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都在讲鬼故事, 对, 然后就是, 我记得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的人怎么样, 可是我们那一代一定有的是那种, 你在学校去上洗手间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只手从马桶里面伸出来, 然后帮你擦屁股, 后来这样想想, 其实不就是日本那个免治马桶吗, 对啊, 帮你亲屁股, 对不对, 对啊, 其实每一代都有这些东西, 然后尤其我们在台湾, 我们的男生们必须要去当兵, 服兵役, 在服兵役的时候有更多的鬼故事, 而且永远都有一个穿着红衣的女生, 对, 或者是哪里哪里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自己在当兵的时候有遇过, 完全没有办法用科学方法解释的超自然现象,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鬼, 可是我有遇过, 而且我是没有办法解释的那样, 对, 我试着觉得我是大学毕业的人, 我怎么可以相信这种怪力乱神呢, 然后我就试着用各种科学的方法去解释, 可是我完全没有办法解释, 而且我不是唯一一个感觉到这件事情, 还有另外两个人跟我一模一样体验过这个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鬼这个字在台湾的文化里面, 是一个没有办法被忽略的一个重要的文化, 包括我很喜欢讲一件事情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其他人怎么样, 就是我们台湾人去住饭店的时候, 对, 白老师你会吗? 就是我问你好, 白老师你今天去拿到, 你今天来到Beverly Hill Grand Hotel, 然后你拿到房卡, 然后比如说这间房间, 然后你要进去之前, 你会怎么样吗? 你会做什么事吗? 你会直接就进去吗? 会啊, 对, 可是你知道我们台湾人会做什么事吗? 我们会先敲敲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觉得全世界上每一间的饭店房间, 里面都有鬼, 对, 所以当我们敲敲门之后呢, 那个鬼就会, 哦, 有人要进来咯, 然后我就赶快穿肠过去, 把房间还给他, 就是我们听起来很白痴很好笑, 对不对? 怎么鬼有这么好合作就好, 可是真的所有, 几乎所有的台湾人, 我后来问过, 不论他是什么宗教, 或是哪个人, 他们都会咚咚咚咚这样子, 对, 然后我去年在纽约, 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有一个, 在Park Avenue上面, 一个Hunter College的一个学生就问我, 说, 那我会敲吗? 我就说, 我现在是一个不宪教的人那样子, 然后我怎么会去做这种白痴的事情, 我就不敲, 所以, 然后可是就发生的事情, 就是, 我就鬼这个字, 很有趣, 当天晚上我去住一家饭店, 在 Brooklyn那边一家饭店, 然后我要敲门, 我要进去, 我就想, 今天同学有问我说, 我是不是该敲门, 我想说白痴, 敲怎么敲啊, 对, 结果我一打, 我就进去了, 结果里面有一个人, 我一忙, 应该是我看错了, 对, 我就觉得, 我不行, 我就打开, 然后第二次打开的时候, 说这个人看着我, 这样子, 关起来, 那我赶快冲下去, 然后我就跟柜台人说, 里面有一个人, 那个柜台人就是, 完全不可能, 那个房间是我们今天做的一间房间, 早就我们退房了, 他不相信, 他还不肯上去处理, 后来我跟他说, 里面有人, 我想到是不是我疯了, 是不是我真的看到鬼那样, 然后他后来真的很不情愿, 他就上去了, 然后大概过一两分钟, 他就冲下来, 他说我们call the cops, call the cops那样子, 原来是有人就是入侵, 进去那间饭店, 然后就在里面, 对, 所以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身上, 而且就是真的一阵混乱, 我就记得, 我在Lobby那边, 就看着这个警察, 把那个人拖出来, 然后尖叫啊, 什么这样子, 然后我还去住那间房间, 就是很荒谬, 这个好, 又过几天之后, 我必须到DC去, 然后又要住另外一间饭店, 我就想说, 不可能吧, 这样子对, 那我这次, 在DC餐饭店, 我一样是没有敲门, 我就这样滴进去了, 又有人, 又另外一个男人, 我想怎么可能, 那我这次觉得不行, 我们现在不是大家都有科技吗, 如果看到鬼, 我把它拍下来, 对, 所以我就可以在那个, 那个YouTube频道, 就变成一个很多人看的影片, 我就把它拍下来, 然后真的有人, 我就还打开了第二次, 然后我想确定有人, 那我就下去, 那一样那个receptionist跟我说, 没有, 他说怎么有人呢, 那样对, 我还给他看, look, 然后他再, 然后再上去, 然后过来不久, 他再跟我讲, 是一个engineer在修冷气, 那个空调, 他修, 所以这件事情就发现, 所以你知道, 我就觉得鬼这个东西, 是不只在文学里面, 他在我们生活里面, 是无所不在的, 而且台湾人姓鬼到一个地步, 比如说鬼月那个时候, 尤其是我爸妈那一代, 鬼月, 就是大概农历七月, 鬼月那一个月, 真的会, 我记得就是我那种, 亲戚想要离婚, 然后我爸妈还说不行, 鬼月不可以离婚, 很荒谬吧, 鬼月不能结婚, 也不能离婚, 也不能, 就是不能嫁娶嘛, 然后你也不能旅行, 也不能, 所以说, 那个月就是一个禁止的状态, 然后我这本书写了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就是中元节, 鬼这件事情, 然后中元节是一个,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盛大的节日, 因为, 你要, 因为鬼门关开了, 所有鬼都出来了, 所以你要确定他们都吃饱了, 才不会来反你, 对, 所以你会准备一个大盛宴, 然后让大家鬼吃饱, 然后, 所以说, 这一整个, 因为美国, 我刚好去年来的时候, 遇到万圣节, 然后我老实说, 万圣节对我这一代的台湾人来讲是, 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这样, 因为我们, 那个时候的人, 我那个时代的人, 是没有过过万圣节这件事情, 你们后来有过过万圣节吗? 幼稚人对不对? 国小就会, 对, 国小就会, 可是之后长大就没有了, 可是在美国万圣节是, 我想XLA应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 我那时候在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 华士, DC那边的大学城里面就, 每天都有几千几百只鬼, 在我飘, 在我身边飘来飘去, 那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啊, 就是你不论各式各样的, 不同的文化, 对于鬼的诠释, 都有各式各样不一样, 不一样的想法, 我们台湾是, 它已经身为我们生活, 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甚至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决定, 对, 比如说我们前几天, 在Fasdena一个活动, 我们就讲到剪红包这件事情, 就是你如果在台湾, 在路上看到有红包, 然后你就觉得有钱, 不能剪,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有个都叫冥婚, 就是通常是女儿, 很奇怪啊, 都是女儿不是儿子, 通常是未嫁的女儿, 她还没有, 就是在试婚年龄就先过世, 父母想觉得, 觉得她很可惜, 她已经过世, 想要把她嫁出去, 她就会有个方式, 把她生成八字, 放在那个红包袋里面, 放在地上, 然后只要是剪道的有缘人, 就必须跟她结婚, 对, 然后所以说, 你看这件事情, 这就是到现在还是, 而且我必须就是, 其实我七姐, 我本人的姐姐, 七姐, 事实上是我小时候过世, 她的当时的男朋友, 后来就的确有来迎娶她的鬼魂, 所以这件事情的确是存在的, 对, 那我里面有写到, 最后面有写到哈姆雷特, 所以其实Shakespeare, 那哈姆雷特也是鬼, 对, 所以其实就是每个文化里面都有, 关于鬼这件事情, 所以我当时在选这个东西, 这个开头的时候, 我就觉得鬼地方, 是一个非常暧昧, 不清的一个词汇, 然后也没有办法, 翻译成各种的语言, 因为我们现在这本书, 要翻译成其他语言了, 然后日本人一直跟我说, 其实日本话里面也没有那么, 现在翻译成日本是亡灵之地, 嗯, 对, 对, 但是, 对, 然后, 对, 然后有没有讲法文的, 对, 你知道法文, 他们也是找不到东西, 结果他们到最后, 不知道为什么法文就决定, 大家猜法文的书名是什么, 法文的书名就是变成Ghost Town, 很奇怪哦, 对, 那里面是法文, 对啊, 对,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翻译上很困难处理的一个词汇, 然后,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 就写这本书, 我的确要讲鬼, 鬼不鬼, 忍不忍的这个, 对我来讲很有趣的文化跟文学的问题, 是, 谢谢, 而且这个鬼地方, 它也直接指的是永静, 就是个人所生长的一个地方, 也是他生长的地方, 也是你众多小说的一个, 发生的一个背景, 但我觉得它在这本书里头, 它不只是一个背景, 它也是整个故事的一个角色, 那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没有去过永静的人, 你当我们的导游, 他有什么, 对, 这个地方是什么, 他一直不断的, 写永静, 回到这个地方来书写你的家乡, 对, 永静其实连很多台湾人都没有听过, 我想你也可以讲这件事情吧, 对, 我以前去台北读大学的时候, 你来问我说你从哪里来, 我说我彰化来啊, 他们就说彰化哪里, 我说永静, 他们就是没有人听过, 对, 但是永静这个地方很特别, 其实永静出现了一个台湾首富之一, 大家没听过顶兴魏佳, 其实在中国就是康师傅, 大家听过康师傅那个方便面吧, 对, 他们有做很多食品的, 他们其实是我从小到大的, 是我爸爸的世交, 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然后他们来自这个小地方, 可是他们透过, 当时台湾这个词汇叫西进, 就很像, 就像以前的那个, 美国人讲什么, 去Wire Wild West, 你知道吗, 当时他们把中国大陆想成一个西, 西边的, 很值得啃荒的, 就好像当年, 他们在从东岸开始往西边, 来到California, 那种感觉是, 那边掏金, 其实当时很多中国, 台湾商人去中国也是一样抱着这个, 他去Wire Wild West, 那样掏金的心态, 其实是一样的事情那样, 然后鼎星Wire家, 就的确在巴黎年代就过去, 而且, 要讲一件事情就是, 当时, 我爸爸是第一批的投资者之一, 对, 然后, 但是, 在最后一刻, 我妈把那个钱给抽回来, 所以你知道我每次, 因为鼎星Wire家, 后来就很有钱, 所以台北101那一栋, 有一大部分是他们的, 我每次经过我就会说, 要不是, 是, 当年抽回来的话, 这67楼就是我的, 对, 然后他们家, 后来飞往腾打之后, 就回到了永建这个地方, 盖了非常富力堂房的事情, 然后, 我觉得这是一个华人社会里面, 叫光宗耀祖, 台湾, 我不知道你们家怎么样, 可是我相信一定都有, 就是, 你来自, 特别是你来自一个乡下小地方, 你要是飞往腾打了, 你都要透过一个硬体的建筑, 来表达, 让你的乡里们知道, 我老字现在有钱了, 那样对, 然后, 其实台湾有几个大的, 建筑的案子, 比如说, 大家可以查一下, 台南有个很有名的博物馆, 叫奇美博物馆, 然后就是在一个, 一片荒凉的农田上, 然后盖了一个非常古典希腊式的, 非常, 我觉得非常突兀的一个建筑, 然后其实那个就是一个, 我有钱了, 我飞往腾打了, 我现在是个文化, 有文化才的人, 我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其实鼎心卫家也来到了永庆, 做了一个类似的事情, 对, 而且是, 经过风水师的精密的测, 测量跟计算, 说会让祖孙八代飞往腾打, 之后呢, 其中的鼎心卫家就入狱了, 就是背叛星, 然后就在金狱里面, 对, 所以其实他这个很有趣的地方嘛, 就是他明明就是, 他如果来到永庆, 你会觉得, 他明明就跟台湾的各个乡镇,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但是他, 我自己, 当然因为他是我的家乡, 我自己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出场, 看到各种荒唐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 我很希望能够小说的语言把它写下来, 是因为, 我觉得, 这个鬼地方, 其实可以, 不只是永庆, 我觉得永庆, 其实就是, 有可能在, 密西西比的某一个小地方, 或者是, I don't know, New Mexico, 一个什么鬼地方, 因为我觉得鬼地方, 是个很有趣的词汇嘛, 然后, 我觉得永庆, 花了一辈子, 都想要逃离永庆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啦, 对, 我就想要离开那个地方那样, 然后, 我必须要透过教育的手段, 我要好好地读书, 我才能够去外面读大学, 我才能够离开这个地方, 然后我后来发现, 因为这本书现在出了不同语言, 我才发现, 原来这件事情是, 真的是人类共通的事情, 大家都想要逃离你原来的那个地方, 都, 不管你来自台北, 来自纽约市, 来自, 这个漂亮的UCLA, 或怎么样, 其实大家都想要离开你原来的地方, 所以我, 我觉得永庆就是一个, 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 一个无聊的小地方, 因为真的没什么好讲, 对, 因为我要讲就是这本书, 日文版块出版的, 我的日文翻译, 他为了翻译这本书, 好日本人喔, 他为了翻译这本书, 他特地回到了, 人来到了永静, 然后就去探查了一遍, 他就会想说, 哇好日本喔, 对啊, 真的很日本喔, 所以, 但是就是我就觉得很对不起他, 我就觉得他, 他万一去那边就觉得, 对, 就是, 万一他找不到我书中鬼, 写的那些鬼怎么办, 可是他说, 他都找不到, 对啊, 所以, 我觉得, 我最希望就是说, 永静它不只是我的永静, 我希望它是大家的永静, 谢谢, 这本书, 我觉得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它整个结构, 它是三个部分, 每一部分有15张, 对, 每一张结, 都是从另外一个视角, 来讲述这个故事, 可不可以分享您整个, 如何去塑造, 去设计, 什么这样一个, 一个结构, 对, 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你想要, 我知道你们很倒霉, 都要写论的这个东西, 对,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要写小说, 就是创作, 因为在写小说这件事情, 就是fiction, novel, 这件事情的说, 你有一件事要决定, 就是你要决定那个narration, 对不对, 我想你们在分析一本小说说, 它是first person, second person, 对, 什么omnipresent, 什么之类, 就是这些鬼东西, 对, 但是这个东西, 在你自己写小说的时候, 它也很重要, 你必须要决定谁要说话, 是第一个人说话, 第一人称说话, 还是第二人称, 还有他是不是个reliable narrator,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在当初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很挣扎, 然后我在很挣扎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因为角色很多嘛, 我刚好就去回家跟我姐姐们吃饭, 大家有没有看到饮食男女, 因为我刚刚在白老师办公室看到饮食男女的那个签名海报, 所以我想到这部电影, 饮食男女讲的就是圆桌吃饭, 其实圆桌吃饭就是那个华人的儒家社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的确我们家, 真的每个礼拜天一定要大家不论你在哪里, 都要回来跟爸妈圆桌吃饭, 然后我那一次我爸妈已经过世, 然后我在写这么想说回去跟我姐姐吃饭, 然后大家也是圆桌吃饭, 那我们就讲到我爸爸丧礼上发生的一件事情, 明明是大家都在场, 大家都同时听到哪个阿姨说到什么话, 哪个舅舅说到什么话, 可是每个人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吵架, 就说没有啦, 她才没说那句话, 她才不在那里耶, 然后另外一个姐姐说, 骗你笑耶, 什么什么叫, 你知道台湾姐姐们, 华人姐姐们吵架架来, 其实全世界的姐妹吵架架来都非常好笑, 就是大家只是为了那个回忆, 那个片段在吵架, 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回忆才是最可靠的, 那我才发现, 其实大家的回忆都不可靠, 因为每个人存取那个回忆下来的方法, 都不一样, 那我就突然想到, 那我如果让书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都自己说话呢, 说到自己的角度, 然后到之后再把这些事情拼起来, 所以我当时就是透过一个圆桌, 示范才决定做这样的叙述的, 就是每一个45个章节都一直在切换角度, 然后的确后来, 因为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太多的事情, 就后来就因为来到学院嘛, 就会遇到很多很难的单字, 比如说什么polyphonic, 对啊, 什么就是你知道吗, 就翻译的吗, 多音对不对, 还是什么这些, 对就是有很多这些字, 然后, 我当时在写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东西, 对, 但是的确, 我的法文出版社的总编辑也跟我说这件事情, 他甚至用了希腊歌队, 就是Greek Chorus来讲这件事情, 他觉得像一个chorus一样, 然后法国人问的问题都会非常非常有哲学, 对, 他觉得整本就像一个歌队一样, 然后每一个角色都是一个chorus member, 但是他们, they don't sing in harmony, 他们可能 they sing out of tune, 然后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唱出了自己的声音, 然后到最后唱成一个家族合唱, 对之类的那样, 但是我写的时候, 我没有想那么多, 因为你没办法想这么多理性的东西, 我只知道说我找到一个, 切近这个故事的方法, 我觉得让每个角色说话, 我甚至让鬼说话, 对, 因为我很喜欢中文是这个, 我们讲到鬼这个词, 因为中文叫鬼话, 我们讲鬼话脸片, 那我就玩了这个词汇的暧昧性, 就是诶鬼话, 那我如果让鬼来好好说话呢, 因为其实鬼在中国的文学里, 本来的确是会说话, 我们随便讲一个, 牡丹琴杜丽娘里面, 其实她就是做鬼的时候, 她本来是一个很, 旧社会里面很受压抑的女性, 然后她变成鬼之后, 才能够回来享受爱情, 甚至身体的欢愉, 对, 那所以我就觉得, 鬼也可以说话, 为什么不让她说话, 所以, 所以我最后才决定, 就是让大家都说话, 对, 其实我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 是我刚刚参加你的时候, 还说您过去也是演了很多的电影, 对不对?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表演, 这个天算, 是不是跟写奏有一种直接的关系? 因为你尤其这样的一本书, 每一个将决, 就是另外一个角色, 你看上, 都是通过一种表演, 来呈现这个人的性格, 他的语言啊, 这个能不能讲一下, 这个表演跟文学之间的互动? 我觉得, 我觉得有耶, 我不知道, 我想白老师应该处理过很多, 你一定有啊, 就是很多, 其实很多作家骨子里面的, 英文要怎么说, Drama Queens, 就是, 就算他可能是个安静, 外表看字沉静的人, 可是其实很多作家, 内心都非常的波涛雄游, 而且很多作家, 其实非常的难相处, 就是, 他们有很多的冷角, 然后, 你需要不服贴贴的跟他相处, 那样,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 的确可以讲到表演性, 这件事情, 因为我, 我以前是读英文戏, 后来读了戏剧, 所以我的确在台湾, 演了很多年, 完全领不到一毛钱的, 那个, 在Beater里面演戏, 那样, 对, 然后后来到德国, 就开始, 所以的确演了电影, 演了电视剧, 那样, 然后, 我觉得表演性这件事情, 在洗手中的事情, 我觉得是有帮助的, 或者是, 它是无可分割的, 因为, 因为小说, 其实讲的就是, action嘛, 对, 然后我觉得action, 这件事情在小说里面, 是没有办法, 当然也有可能, 那本小说里面, 从到尾都没有所谓的action, 这也是小说的, 艺术的某一个层面, 但是我喜欢的小说是, 我希望它有很多的动作, 然后动作的时候, 你的确, 我觉得, 呃, 那个表演性对我来讲, 呃, 我是一个很爱演的人, 这件事情, 在写的时候, 我觉得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没错, 但是除了这个表演的这个身份, 你还有, 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身份吧, 我想, 不管是从性别的角度, 或者从, 呃, 比如说女人在何处吧, 像女人现在生活在德国吧, 可能是现在又回去, 去去重构您的你的家乡, 又是一种距离吧, 能不能谈这种地域性的这个距离, 就是如何影响到您对家乡的这种想像, 或者向往? 如果我此刻还住在我们的家乡有近的话, 我绝对写不出这本书, 因为太近了, 对, 我是离开了之后, 我, 而且我一直到, 呃, 三十三岁以后, 我才开始想, 呃, 我要去写我的家乡, 之前我完全不想写到我的家乡, 我可以讲到一个人, 就是台湾女同志文学的代表, 就是邱妙金, 邱妙金已经过世了吧, 那我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我后来发现有个连结, 但我知道以后我非常的崩溃, 就是邱妙金的爸爸, 是我永进国小的老师, 对, 然后其实邱妙金以前的读了国小, 就是永进国小, 嗯, 然后他其实是园林人, 他也是永进人, 然后他们家其实还住完那, 他爸爸已经过世, 但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非常的崩溃, 我想说, 第一, 因为我是邱妙金的读者, 我在他书里面完全读不到, 彰化, 永进, 原理什么, 完全一个都读不到, 我, 那但是我, 我又可以理解, 因为我完全可以理解他, 在他自杀之前, 为什么不想要讲到自己的故乡, 因为你一定会有一段时间, 是你完全不想提到你想要逃离的那个地方, 对, 我不知道你怎样啊, 对啊, 但是我是觉得我到一个年纪之后, 我才觉得我可以去回望, 我有个距离, 那我就在想说, 如果当年邱妙金, 没有在巴黎过世的话, 说不定他此刻的写作, 他已经开始写章话了, 我是这样才啦, 对, 然后但是他里面是完全, 你会觉得看他的作品, 你会以为他就是个台北人, 但是他真的不是, 他很特别是, 他在永建国小读完书之后, 他是隔壁正在园林, 然后读了国中, 因为他成绩太好了, 老师建议他去台北考试, 所以他就考上了台北最好的女子中学, 叫北一女, 然后他到台北之后, 他的整个, 因为你可以从他书写里面可以看到, 他其实整个写法是台北人的腔调, 就是他是个台北人, 但是他其实不是, 对, 他从来没有讲过他的原下跟他的背景,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距离不够吧, 对, 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够老了, 够, 心里面的疙瘩够多了, 对, 然后到一个年纪之后, 你刚好有一个年纪, 因为我住在德国, 我觉得, 在德国我可以尽情的想, 讲故乡的坏话, 然后就, 我觉得不会有事这样, 对, 那我如果真的此刻, 我如果人家彰化, 我这本书一定不可能写得出来, 谢谢, 我再提一两个问题, 然后我再, 把时间开放给, 给同学问吧, 啊, 就是您, 小时候在, 你可以介绍您小时候的整个一个阅读经验吧, 嗯, 就是刚刚提到邱秒君了, 嗯, 还有哪些作家, 不管是台湾的, 或者是海外的, 就是给您最大的激发, 或者在整个写作的, 可以说的成长过程当中, 给您带来最大的影响。 我小时候, 我们那个, 我1976年出生嘛, 1976年出生, 我刚好遇到一件事情就是, 台湾, 呃, 有一个很重要的时代, 呃, 就是台湾的所谓的经济要起飞, 呃, 然后就有一件事情叫做, 呃, 呃, 全民家, 家庭代工, 对不起, 家庭代工, 就是一个台湾, 近代史上很重要的四个字, 家庭代工什么意思呢? 就是, 因为当时全球有很多东西的, 呃, 的工厂, 都是made in Taiwan, 对, 然后made in Taiwan的时候, 他们有比如说,呃, 工厂做, 在做, 乱讲Barbie, Barbie娃娃, 但是他们有, 因为当时的机器没有, 那个生产线上没有那么的先进, 所以他有很多, 很多小的部分, 是需要人工来做的, 然后当时呃, 呃, 是讲经果吧, 当时他们就喊出了一个叫, 家庭代工, 就是, 每一个客厅都是一个小工厂, 所以我们家, 因为我们家有七个姐姐, 跟一个哥哥跟我, 所以我们人特别的多, 对, 所以我们, 我们就是工厂不要爱我们, 他们只要把一堆东西丢到我们, 我们就, 就可以做完, 所以我, 我从小生长的环境是, 我一直在包东西, 把东西, 把娃娃的那个头, 塞到娃娃的身体里面去啊, 然后, 把那个火车的轮子黏上去, 或什么各种东西, 然后, 我们当时没有, 也没有电视, 也没有娱乐, 所以我们唯一的娱乐, 就是读书,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很有趣的是, 因为台湾每一个小乡镇都有一个租书店, 租书店已经不见了, 对, 已经, 我记得, 书尔珍她写一本书在租书店的女儿那样, 对, 但是租书店现在在台湾, 还要简存一些啦, 对, 但是, 现在几乎可能都已经, 都已经完全视为, 然后租书店, 也就是我们精神的来源, 我们去租很多的书来看, 然后我小时候, 在做代工的时候, 我们会这样子书这样子, 然后比如说在塞那个娃娃, 会这样子, 然后就这样子, 这样子搬, 你看这样子, 对,现在如果有小孩子做这种事, 然后妈妈应该会哭吧, 对, 你愿意读书也那样, 对, 然后所以当年我们的书就是我们的iPad, 对, 所以我从小就像, 从租书店就读了很多东西, 然后如果要问我读什么, 就是姐姐读什么, 我就读什么, 所以小时候跟着读了很多琼瑶, 读了很多金庸古龙, 然后, 包括林海一的什么成年旧事啊, 其实只要姐姐们读什么, 我都跟着读什么, 所以我品味非常非常的早, 对, 而且当时其实是一种生命的出口啦, 因为其实做那件事情是不好玩的, 因为你在劳力, 你在一个穷苦的状态, 对, 而且你知道你赚那个钱, 妈妈绝对不会给你一毛钱, 对, 全部都是给妈妈那样, 对, 你要想家里要养九个小孩有多贵那样, 对, 非常辛苦的童年的记忆, 然后你如果阅读来, 你说要你读到一个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 就可以想望到远方, 它就变成一个扇窗口, 然后那个窗口就带我说, 说不定有一天我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对, 所以我从小的品位非常非常非常的杂, 那我真正开始比较基于文学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到高中以后, 我, 呃, 呃, 因为高中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阶段, 台湾, 我的那个年代的高中教育是一个非常可怕的, 呃, 然后后来我去读了英文系, 就开始读西方的各种经典的所谓的正典文学都要读嘛, 对, 我真的记得我前几天大家讲, 就是我们在台湾很多人到现在还不知道说读English department, 是要读文学, 嗯, 对, 就是因为他们很多, 到现在很多人以为读英文系是要背单字啊, 对, 然后metabolism, 什么的, 我怎么知道这样, 对, 真的, 然后可是, 所以说很多人来到英文, 我们第一堂课就是, 他读William Faulkner, 然后你知道, 你读了一个Wingford, 就说, 这什么东西啊, 然后我们选台湾英文系, 选William Faulkner, 都是读一篇, 叫A Rose for Emily, 这是一个short fiction, 那我也记得那个老师, 我们的美国教授在台上, 就讲了一句话说, 啊, so this piece of short fiction is about macrophilia, mecrophilia, 什么东西, 然后那时候是字典嘛, 对不对,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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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几个英文系的男生 就通力合作那样 比如说白老师你查一到两页 我查三到四页你查不到 那我这样弄一弄 我就说太棒了 对不对 我们就不用全部查字边 然后我们查查查 我就感觉到我后面有同学 就比如说白老师 这边就一块乌云 对我就觉得这位同学 我可能要跟他关心一下 我就说白老师你怎么了 你查不得一二页有那么可怕吗 我知道无人包可能很可怕 可是就是怎么样了 他就说我一到两页 只有两个字没有查 那我就说是哪两个字 他说就是二跟的 其他都查了 那你知道你要想 那种多恐怖的那种恐怖的回忆 就是你突然来到英文系 才发现怎么可能 你一旦你就要读John Keats 你要读Alice 然后什么Greek Mythology 这种东西是我们完全以前在高中 完全脑子没有想过的东西 然后就突然要读这个东西 对所以那是一个非常创伤的经验 那样对 但是我后来发现 就是对我的创作来讲 读这些美国文学 英国文学 还有包括什么Media 恐怖的那种 那种恐怖的那些文本 对我后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 对就是因为读很多书会让你有很多的资源可以用 对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因为我们来到这边 大家你们都是经过筛选过的人类 就是你们不得已不度 你们一定要读书没办法那样 对可是就是比如我去每个地方 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很怕去台湾的高中以下的演讲 因为现在大家都不读书嘛 没有人要读书啊 因为他们为什么要读书 的确啊 有Netflix这么好玩 他为什么要读书 然后有手机跟iPad这么好玩 为什么要读书 对所以 我觉得的确就像要阅读这件事情 就是从小到大我就是什么都读 我当时也是啊 什么都读 科幻我也读 推理我也读 那因为你很多小说都是跟这个同志议题有关系 那么像白信用的镊子又到极大为的摸 当然 像这些又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当然有 又在当代台湾同志文学里头 你怎样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 我没有位置 对我非常不重要 但是我必须说就是 比如说我讲真实的经验 我读白信用老师的镊子的时候 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数学课本 夹在数学课本里面 这样偷偷看的 而且我不敢让任何人知道我在读念词 对因为它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对 包括白信用老师当时在台湾出版的时候 他自己也遇到了一些社会的阻力嘛 对 所以的确我在高中那时段开始阅读一些台湾的一些 无论是男同志或女同志的文本 我都是偷偷摸摸的来 对 不敢让大家知道 然后讲到纪大为的摩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因为纪大为的摩 虽然说已经隔了二三十年了 对不对 这本书现在开始翻译成其他语言了 对 比如说英文版有出版了 然后后来我就认识了纪大为老师 然后我觉得 遇到纪大为对我来讲是很有趣的 是因为我当时在读摩的时候 纪大为是一个台湾同志 是一个非常突然 就是他怎么讲 横空出世嘛 就是突然这样子 咚掉下来一个人 就是一个 而且他就会说他自己是个怪胎 他是一个酷儿 然后当时他那样子的一个文学的存在 而且他当时在台湾 台湾文系读书嘛 他那个 他那个文学的试炼跟冲撞 对我当时影响很大 对说哇 怎么有一个原来有一个人 在台大可以做出这些事情 所以的确他们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然后当然我们就在读求妙情 而且我永远都记得 我收到那个消息 就是求妙情在巴黎过世了 这个消息 然后后来一段时间之后 就蒙玛特遗书就出版了 蒙玛特遗书出版之后 我已经都记得 那个年代真的大家都会去买书 我记得我就要去台大成品买 蒙玛特遗书 就我还买不到 因为他就卖光了 对 然后可是我记得我后来买到之后 我读过实验 我就没有办法了 这样子我就 因为他实验本实在是太 对 我觉得他太 就是我必须承认 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认真地读完 我觉得对我来讲太 我没有办法承受那样 对 但是就是的确 包括后来的程序 包括现在台湾的同志文学 已经来到另外一个节目 因为台湾 比如说好 我发现大家比较不讲 所谓的lesbian literature 现在出现一个 我比较不熟的词汇叫百合小数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对 其实我可能比较不知道 然后包括几个代表作家 比如说在杨双子 他有一本书叫做台湾漫游录 他好像今年或明年会出版英文 对 然后他讲的是百合 对 然后我不太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对 我自己是对那个部分比较不知道 对 但是的确我 我真的不敢说 我在台湾的同志文学 里面在任何位置 我想应该是没有了 对啊 对 太谦虚了 不不不 但是就无论怎么样 的确就是我 因为我本身是个男同志 所以我的确在书写的时候 我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所以我会在我的书里面放弃这个语题 好像躲不掉了 对 其实跟陈老师聊 实在太开心了 但是他们晚上还有一场 对对对 我们好像没话讲了 对我们不要不要太自私了 我想接下来剩下时间 就开放给同学提问吧 不要害羞啊 我们都已经因私有为了害羞什么 但是 然后提问之前 请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请问你是谁 我是在瑞士州来的 然后我们这周末就回首 哦 所以你是瑞士人吗 没有 我这边不是 然后所以你刚刚聊到德国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就是没有聊到这个距离 跟创作的关系 然后我觉得可能德国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作为 嗯 嗯 让你开家乡 然后能够反思的一个 嗯 防锁 因为我来美国我感觉就是我工作的定义 听不到 然后基础 听你的话也是可以 平常对的话 就是有一些跟其他人交流的机会 但是我记得我刚刚去瑞士的时候 因为我不想做隔离 然后在隔离区 就相当于这个 进了一个满群的水平环境 然后 嗯 德国人又比较冷 嗯 然后不是很容易交捧的 然后 嗯 地方也非常空 就是这样 是谷的地方 白脸以后你碰到面 你就是任何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这种特殊的这种 嗯 把自己放在一个空间里 然后周围都是 都是空的 好像 不会对这个创作有特别的 有 有帮助我 我先讲 我因为我住在德国柏林 我可以理解 你讲的这种空旷感 因为我姐姐们会来德国找我 然后柏林其实是一个 330万人口的大城市 300多万人口很多吧 可是我每次跟姐姐 比如说我们吃完晚餐 怎么样出去散工 她就会说 人呢 不是300多万人吗 对 然后就是 其实就是一般的欧洲人生活 是很单纯的 就算你也知道 就是他们 如果说你来自台北 或北京或上海这种地方 你知道其实晚上的夜生活花样 非常的多 那样对 然后其实在欧洲 你当然一定有这种 所谓的night clubs 可以去 可是其实最一般 基本款的欧洲人 其实就是家庭生活很重要 对 所以说其实大家都很早就会回家 在家里面待着 煮个饭 或者很早就睡觉 对 所以我可以理解那种空旷感 然后我觉得那种空旷感 对我的写作是很有帮助的 我觉得写作 要在一个 有点快要崩溃 跟 有点 OK这样讲好了 如果说你是很快乐的人 我觉得 对写作是很不好的 对 那你如果是个很悲惨 你快烂掉的人也不好 你要找到一个中间 这个地方 你可以在 这个光谱里面摆动 你不能太 安逸 你也不能太 悲惨 这个状况我觉得是一个 刚刚好的写作的位置 对 然后柏林这个地方 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对 我不知道你在瑞士的哪一个地方 我可以问 苏黎士 瑞士已经是一个大城了 对不对 对 然后因为我去年度假 有去过苏黎士 苏黎士是一个大城 可是敌决他入业之后 真的非常的安静 然后苏黎士 比如说我虽然是会讲德文 可是我本人到苏黎士 唯一一个字都听不懂 因为他们叫Sweiter Deutsch 就是瑞士德文 我真的有学过德文吗 我就是完全听不懂 真的很难懂 然后其实德文又是一个 特别难学的语言 然后大家其实大家都会说 德语地区的人比较冷 这是的确 大部分的确是比较不容易交朋友 所以我觉得 的确我身在一个柏林鬼地方 对于写鬼地方 这些是非常有帮助 而且柏林这个地方 是有非常多黑暗历史的地方 有纳粹 你知道你在德国是不可能 每一天都会听到纳粹这个字 那样对 然后你就看到 德国总统去波兰献花 然后道歉 跪下 什么 然后你生活中 每一天会经过的地方 比如说柏林围墙 碉堡 然后这里是以前 希特勒自杀的地方 你知道你每天 遇到的事情 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他那个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德国人 面对他自己黑暗历史 是很直接 对 然后我们台湾人 是一直到 八九年 解研之后 才开始慢慢地面对 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 好好地面对 可是德国人 是透过司法的角度 透过教育的角度 透过各种方式 无孔不入地跟你讲 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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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那个东西 对我 我觉得 其实 我们在台湾 很多人 是把德国当作 就是idolize 就是觉得 他们做到 这个转型正义 德国 我不讲 transformation justice 他们讲 enorms culture 是remembering culture 意思是说 我们整个文化 都要去记住 这件事情 我们杀过 几百万人 我们发动战争 我们做过什么 滥事 我们在进阁 然后我觉得 在那样子的文化 里面生活 我觉得对我 一个创作者 是很有养分的 因为他们 他们讲到鬼 德国很不信鬼 就是他们 这种鬼 他们不信 对 因为我试过 一件事情 就是比如说 我不知道大家 就知道 日本 日本很喜欢拍鬼片 那有一部 台湾翻译 叫七夜怪谈 英文叫 Hollywood 翻译成 叫Rings 对 他的故事 就是说 你看了一个VHS tape 之后 你七天以后 会死掉 然后没有人知道 你为什么会死掉 结尾是 那个鬼 从电视里面爬出来 然后把你吓死 对 然后我就跟德国文 看了这部电影 那几个德国文就 就不合理 电视后面 不可能装一个人 然后怎么会 从武警穿到 就是他们无法理解 这个鬼 亚洲鬼 因为亚洲 电影里面的鬼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 你刚才说 周童你说 你研究80年代 中国的那个 那个B级电影 他们那时候 有鬼这件事情吗 从这也开始有 对嘛 对对对 因为鬼是一个 亚洲各个国家 尤其是泰国 泰国人好幸福 好爱鬼 对 所以日本也是 对 可是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有趣 在德文里面 不在他们的 vocabulary里面 所以他们 你要想德柏林 是一个死了 几百万人的地方 诱尔西特勒 那地方不是 到处都是鬼吗 也不是走两步 都可以撞到一只鬼 对不对 可是没有 因为他们的语言里面 他们不会说鬼 他们也不会有鬼故事 也不会说鬼故事 来吓小朋友 完全没有 所以我发现 当他的vocabulary 词汇里面 没有鬼这个东西 说鬼就不存在 因为大家都不相信 所以他没有存在的 戒指跟美剂 对 所以我觉得 对我来讲 就是不同的文化 这件事情 跟比如说鬼地方 这本说 我们要 终于卖出去了 我们要卖德文版 真的很难卖 所有的德国大出版社 读完那个Manus 他说 好多鬼 对 就是没有人家读鬼 对 那的确我想 因为的确就是在 德文的文学传统里面 鬼不是一件很重要 其实美国文学里面是有 比如说包括美国南方的 葛德士文学 就是比如说 William Faulkner 或者是 或者是 Tennis Williams 那些南方的作家 他们常常会出现 很鬼魅的场 的场合 的场面 然后 人物很 然后excentric 这些东西 就是英文系的 对不对 对 所以那个东西 其实是很多时候 可以跟亚洲文学 很多时候是可以通起来 可是德文文学里面 虽然说很多 不会 不是有什么 哥德文学 或什么 其实不太有 就是说他们 尤其是现代文学里面 他们不太有 他们讲的鬼是 过去历史的英文 他不太是我们这种 就是 我还记得我大学的时候 他读那个什么 一部 超级难看 我觉得很难看 就是Turn of School 就是Henry James 报给高斯的一本小秀 那样对 然后里面一直讲鬼 我说原来美国 你怎么在读鬼 对 所以其实 每个文化都不同 解决鬼的方式 可是的确 德国人 就是他们不怕鬼 对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于作者来讲 很有趣 我每次回台湾 我都会 比如说我在一个饭店里面 我就觉得很有鬼 那之类 可是我在德国 我完全不会想到这件事情 我完全不会惧怕 我也不会怕鬼 所以我觉得 这种文化的差异 对一个 我觉得 所以我们难度文学吗 因为 因为这个 这个东西 如果透过小说的格式 来写出来的话 真的非常的有趣 希望说我有 说到一些 让你觉得有趣的东西 我觉得 我就是 我把你的 有关系的证明 就是引信怀 他们会用 那个饭店的一句 嗯 OK 他就是说鬼 他就说这个 门店里面 心里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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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是鬼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跟我讲的那个故事 我明明觉得 他就是在饭店里面 遇到鬼了 他就是说 他睡 就是饭店里面 睡一睡 然后他就醒来 然后他的床边 床上就坐了一只小丑 我就说小丑 你们有没有 赶快 什么打电话 给reception 他说没有 对 然后他说 那我说你怎么解决 他说 我想要去 想要跟小丑说话 那我发现 我碰不到他 那我说 那你怎么办 他说 那我就继续睡 那我说 然后呢 然后呢 他说 那后来我又睡不着 又醒来 然后他又接近了我一点 那我说到底怎么样 他说 后来早上醒来 他就不见了 那我说 你就是遇到鬼了 他说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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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对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那反而 他一点都不惧怕 那你想想看 我们亚洲遇到这种 一定是 一定是当天晚上搬离 那家饭店 对不对 就疯掉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他们 比较所谓的 比较理性 或怎么样 但是的确就是 他们文化 面对这种 所谓超自然的东西 他们处理的方式 跟看待的方式 完全不一样 那我还蛮欣赏 德国的这种方式 因为这样 真幸福 我完全不怕鬼 对啊 因为我就怕鬼 是这件恐怖的事情 对啊 好 谢谢 谢谢 我 我是那个 VCLA 媒体艺术系的 那个研究生 然后我做的主题 也是关于各种 中国的同性恋文学 特别是古代文学 然后我就是 有一个问题 就是想问一下 你是怎么感觉 作为 就是你现在 作为一个 台湾出身长大的人 作为一个 同性恋者 或者说男同志 你用男同志这个词 男同志是一个 什么样的生活体验 就是说 你的这种生活体验 和你的作为 有中国文化传统 台湾文 就是这种 就是有 这样的一个文化 在当下 是给你造成 一个怎样的体验 就是生活体验 你的这个文化基因 给你的生活 然后你又生活 在普洛林 是一个怎样的文化体验 我们先讲 他同志这个词 这个应该是 香港那边传过来的词 对 因为其实台湾以前 也没有同志这个词 对 事实上 尤其在 在中国一开始 其实同志是党里面 在互称的一个词汇 对 然后后来 他完全在台湾 就沿用下来了 就变成同志 就变成一个 很普通的词汇 我自己 我觉得我先讲 我的出生的年代 我1976年吧 所以我刚好经过 我觉得台湾 戒严 戒严跟戒严 然后戒严之后 我就进入了90年代 90年代 我觉得90年代 台湾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年代 就是 经济非常的发达 然后 大家面对 10年后 可能要 所谓的末世 就是2000年 可能世界就要结束 所以大家 很消费度 很会消费 很会买东西 然后对世界很好奇 然后当时台湾就出现了一大堆同志的影响跟文化跟文学跟文本 包括从再往前拉一点就是喜宴那个时候在李安的喜宴在柏林已经得了一个大奖 然后喜宴跟我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 我当时喜宴在柏林得了一个大奖 然后回到台北演出的时候 我就听说李安把几个演员都找来 而且会在 现在已经不在 在西门丁一家家中文化大戏院里面就做一个手艺 包括贵阿伯啊 郎雄啊 赵文轩啊 跟你们演Simon啊 这些人全部都会去 我好想去哦 可是我在一个鬼地方 我困在鬼地方我不能去那样 对 我说我去不了 所以我就请我台北的朋友 帮我拿了一本 当时他们 把喜宴的剧本出了一本书 然后我就买了 然后寄到台北去请他去帮我签名 然后我真的那本书上还有贵阿蕾啊 李安啊 然后包括里面演Simon的那位演员 那位美文员 然后可是我就没有办法去 我当时就发现这件事情就是我困在一个鬼地方 我连想要去看一部电影我都不能看 对 而且其实那部电影在当时在台湾上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有趣啊 在一个 我觉得不只是台湾社会啊 只要是有个得了国际大奖的东西 来到这个地方 虽然说还是有所谓的反同信念的势力 但是因为他已经得过了大奖 所以就不能说他坏话 这样子对 因为他已经得了这么大奖 所以说有一些反同的势力就不这样 他们声音就没有办法起来 而且当时那部电影后来又入围了 奥斯卡就叫外鱼片嘛 就是在全世界就是 他当年喜宴是全世界 最卖座的独立片 就独立电影 因为他只花了几百万美金就拍出来的嘛 所以李安真的很厉害 然后那部电影就 我后来当然就彰化就看到 对然后我们彰化等 还要等 因为以前是拷贝 以前是那个电影的胶卷 所以有些胶卷不会 我们这种小地方还不会来 我们要等于他们傍晚之后 才会轮到我们那样 对 所以我看 我就发现这件事情 我跟台北不仅有距离 我还有时差 对 然后我还看不到这部电影 后来我当然就很开心的 看到这部电影那样 对 然后后来有趣的是 因为我后来在柏林营展工作 我在那边当翻译 那有一天我在翻译的时候 非常有趣 就是翻译翻译翻译 然后就发现有一个人这样子 从那样闪过去 我想 我是谁呢 就是当年在演习业的那位Simon 那位演员 然后他已经成为 他已经老了 然后他成为一个导演 他拍了一部电影 然后就为了柏林营展的 电影大观的这个单元 然后他说我从我面前这样过去 然后我就搭上一声 Simon 然后他有回头 对 可是那个 这很电影的场面 他已经回头想说 那我终于可以跟他说这个故事了吗 对 可是中间就来了一百个 然后就 就被冲散了 那样对 我就Simon 对 我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了 那样对 可是你知道那个 对我来讲 那就是啊 我小时候因为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困在鬼地方 我没有办法来到台北的那种遗憾 我既然来到柏林 我看到了他在我面前 我觉得我觉得 这个人生好有趣哦 那样对 然后我觉得我这个年代的 的台湾人刚好遇到一个 对 尤其我是男同性恋者 我真的遇到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历史的大转变 因为包括我们前几年 我们台湾通过了 同性恋 同性婚姻法 然后可是我本人也为了这件事情 我从柏林回去了台湾好几次 因为包括我们在2018 有一个全台湾有一个半童的公投 一个referendum 然后那个公投其实就是好几个题目 就是那是教会发起的 然后里面其实就是反对同性恋做的东西 然后我还会为了这件事情 我刚好在写什么书 为了这件事情我就回去投票 然后那是一个非常惨烈的一个经验 就是因为我在台北也参加了很多活动 然后我觉得台北那个空间 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去台北 可以就那个 台北成安附近是一个所谓的不外特区 不外特区就是所谓的行政特区 所以其实DC也有 就全市每个首都都有一个所谓的行政特区 那边就有个立法院 然后立法院那个空间 就是前面就是一个主要的战场 就是前面 然后所以那个人家申请 然后我参加那几个场次 是同志支持LGBTQ plus的 就租到了那个立法院前面 然后呢 两条街之外呢 是他们全部都穿白色的教会所 就发起的人们那样子 然后那条街那条街什么 就台大前面那条街什么街啊 现在突然讲不起来 应该不是昌德街 大的条街跟中山 西路 应该是中山南 对中山南路 对然后就很有趣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视线可以看到 这样就是那边就彩虹气 然后这边都是白色的 对然后很有趣就是 因为你要抗议你要造反 就要你还是要尿尿 还是要大便 所以就会有什么叫流动厕所 然后最好笑的是 我就因为我两边都想看嘛 我就跑去板桶那边 然后真的很好笑 因为我身上没有穿 那个彩虹 因为我怕被打这样 所以我不敢穿彩虹 我就去那边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阵云乱 我竟然就领到了一个便当 就拿了一个 我打哇好丰盛哦 里面就一个好好的便当 哇谢谢谢谢 我还把它吃掉 因为有东西可以吃 为什么不吃呢 然后因为我就看到一件事 他们有那个流动厕所 他们流动厕所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反同镜营租的 那个叫彩虹流动厕所 所以他流动厕所上面 接的是彩虹 那我就很无聊啊 我就假装我是这个阵营的人 我就问他们说 那个 那个兄弟姐妹什么 然后这些厕所上面 都是彩虹怎么办 他们突然这样 最好彩虹怎么办 然后他们就要把它拉走 对可是你那个流动厕所 是那个公司卡车 把它载来 你不能随便拉走 然后你知道 后来还去拿那个胶带啊 池啊 把那个彩虹给贴掉 就整个好荒谬的画面 然后你就在那边想说 我要把你们写进我的小说 因为真的太荒谬 所以你知道 我这个年代 在台湾生长的人 我们刚好遇过 最压抑的年代 跟最奔放的年代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 对我一个创作者来讲 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 身体的体验 因为的确后来就 就设立一个专法 然后台湾现在母亲为止 就可以结婚了 可是就这个法还没有完善 比如说刚刚修订的一个方法 就是以前是 如果说一个台湾的人 不管他是男性女性 他要跟一个 跟他同性别的结婚 那个国他比如说 我要跟美国结婚 可以 因为美国也同过了 但是如果要跟日本人 就不行 因为日本不行 所以这件事情已经改善了 就是说我 如果要跟日本人结婚 是可以的 但是 不能跟中国 对 就是这中间其实有一些 香港可以 中国就不行 所以这中间有一些 你知道吗 就是很多奇妙的政治的角力 或者什么东西 所以但是这件事情 是可以修的 对 这件事情是 因为它一个法律 是可以慢慢再继续 来到一个完善的地步 然后包括生养 因为同性恋伴侣 想要生小孩的话 我是不知道 为什么大家生小孩 就是 对 可是真的很多 想要有小孩 而且就是 你知道 surrogate这件事情 在美国是合法的吗 我想应该 加州应该也可以吗 对 但是就是在台湾这件事情 很多人 真的很想要小孩 还没有完善过 但是就是我刚刚讲了 就是体验过 我小时候 非常非常的压抑 连读一本 镊子都要偷偷读 到最后我们的影像 电视上 你知道吗 台湾现在 最容易卖的小说 跟电影 叫做BL 大家都知道BL 这个标签吗 对 你知道有BL 你知道贴上有BL 你知道上面 比如说你在书店里面 成品书店看到BL 然后写18件 就是18件 那本书就会卖 对 就是很奇怪 就是同志文化 已经变成一个 很主流的文化 对 但是不代表 大家都自由 没有 完全没有 其实还是有城乡差距 你只要离开了大城市之后 其实很多人对这件事情 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很多人 他们年轻人 他们真的走入了婚姻 然后但是他们家人 是完全不知道 他们已经走入了婚姻 完全没有人知道 所以说其实 还是有跟美国一样 巨大的城乡差距 所以其实 到达真正自由的那一天 还是有许多抗争 对 但是我很感激 我刚好在一个 最被打压的年代活过 也在这个最自由的 不见得是最自由 可是是一个奔放的年代活着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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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要问的问题 可能比较先台湾文确定 好 请说 对 就是我试的时候 我会 因为你写鬼 你把马上写鬼 其实我会 我会想要你 打听一些国类 对啊 是 而且他写的 他写的 就是跟马上写的 是 同样的地方 对 那你怎么样 就是 呃 就是 呃 这个问题可能是 比较从一个文学的 迈入 是 就是台湾有一个 相组性别吧 对 那你会 跟这个 这个传统有理解 或者是 其实你 之后是 你并没有带一个传统 我先讲 乡土文学这个好了 因为 说 就写书的时候 完全都不会想到 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些东西 我在写书的时候 从来都没有想过 这些事情 但是我后来因为书 很幸运的 所以这是好事 因为我会一直不断的 在讲这本书 他这本书 他会 从原本的文本 就会长出很多些的生命 所以的确 我一直会被问说 你是不是想要 透过鬼地方 跟台湾的 乡土文学 做一点回应 说 我才没有 来 我们没那么厉害 第一 因为台湾乡土文学 这个事情可以讲到 包括 那个年代 大家可以 也许知道 台湾乡土文学论战 台湾乡土文学论战 里面有好几个重要的人物 包括了 余光中 然后他们当时 在报纸上 有很多的大论战 对 骂来骂去 然后到最后 到这个世纪出现了 所谓的 乡土文学 现在乡土文学 有几个重要的代表 比如说杨复敏 他写的那个 叫花甲南海 对 然后就有一批 所谓的新乡土文学 这些我在写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再想到 乡土这件事情 我只知道说 我要写一个 以我自己为出发点的小说 也许它必须要有土地位 但是我没有想过 我要跟乡土文学 对 多对话 可是你讲到里昂 因为里昂来自鹿港 鹿港都很多鬼 是对 鹿港是一个 台湾很有趣的古都 对 它以前是个港 可是后来已经 失去港口的位置 然后里昂的小说里面 常常会出现鬼 比如说我觉得一个 文本也有趣 叫看得见的鬼 对 是一本可能 大家比较不熟悉的 一本小说 但是我觉得里昂 小说里面 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是女鬼 什么意思呢 在一个不全社会里面 女性是一个 绝对被压抑的一个身份 这件事情 包括她的出道做杀妇里面 也有讲这件事情 就是在一个极度不全的社会里面 女性必须要透过什么样的 包括杀人的手段 或怎么样的手段 才有可能得到自由跟解放 然后在一个不全社会里面 女性要怎么自由呢 根本不可能 但是当她们死掉之后 变成鬼 就反而她们拥有了某一种能力 是可以 是她们当时活着的时候 没有的能力 她们现在可以去谋害人 她们可以去阴魂不散 她们可以去复仇 所以说 台湾文学里面很多 包括乡理文学 包括乡野传奇 你们注意到 我们从小到大听的 鬼都是女鬼 我觉得这件事 一定是跟父权生活有关 就是女性不自由 可是做鬼之后 她终于自由了 她终于可以复仇了 对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 就是为什么都是女鬼 真的 你看永远穿着红衣的女鬼 然后怎么样的 都是女性 那一定是有原因 包括台湾有一些重要的 相读的鬼故事 包括临头姐 包括什么 都是女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性别的 讲鬼这件事情 是完全给我们这个时代 是可以完全完全呼应的 对 所以一确了 我怕鬼 但是我也觉得就是 鬼故事 有很多面向可以写到 包括我们在2023年度 我都觉得很津津有味的各种现代的维修公司 希望有达到一点点东西 对 很好 谢谢 谢谢你 还有没有什么 快点 我什么都能说 我就是什么鬼都能说 那样 对 永金老乡 你有没有 我觉得 就是 我可以问吗 你本科是什么 就是英文系 就是英文系 然后就大概念翻译 OK 你现在做翻译 对对对 我是师大回应的 对对对 然后直接翻译走 OKOKOK 对 所以我觉得 很酷的是 读这个很出的过程 就会 回想到很多 因为我其实都在台北 所以就很久 也不会 也不常回家 所以就回想到很多 家乡的一些 那我想要问的是 就是你的鬼有没有区分 因为我知道 在香港 我们其实有分很多一个 什么墨西娜 就是分各种鬼 然后有些鬼是 它有什么 怨灵 就是穿着红衣服上 然后 然后彰化 还有送肉粽 送话 大家知道什么叫送肉粽吗 你几次给大家听 因为这种东西就是一串 然后这样吊着 就很像有人上吊自杀 所以就是 如果是上吊自杀 在彰化的系组 好像都是在靠 路口那边 就是你要把它送到一个港口 把这个鬼送出去 要把你的怨灵很深 所以我就想好奇 就是你有没有区分 一些不同鬼的种类 我必须在讲说 我在讲鬼的时候 我有去请教了一些民俗专家 可是我后来发现 真的太复杂了 因为你知道民俗这件事情 而且你知道台湾很多所谓的民俗专家 他们 我觉得都是骗子 他们都是神棍 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会讲了一副 他们什么都懂 他们跟世界是通的 或什么鬼 我觉得道教的文化 在台湾已经 就长出了不可思议的企画印象 对 因为台湾有一些 你知道我们讲到 Cout这个字 应该讲Cout Cout有可能是宗教里面的 恐怖的教 其实台湾很多恐怖的宗教领导者 也对 我应该不能指名道姓 但是台湾真的有好几个是 它有能力让 我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好了 就是 他们会觉得 这件事情在跟美国 是完全可以通的 他们觉得可以透过 赐福跟咒语或什么 让这些毒蛇们 变成柔顺的蛇 就不会咬人了 对 这件事情在Mississippi 有一些可怕的教会里面 有一些Pastor 就会拿那个Rattlesnake 就是响尾蛇 说 你看啊 百毒不清 它不会这样子 对 然后就咬它 然后就 对 就好荒谬 对 然后这件事情 其实台湾一样道教里面 也有这种东西 而且它是真实的 然后他把这些东西给赐福之后 他们就把一代一代的毒蛇 拿去山里面放生 所以台湾有一些山区里面 或者某些毒蛇 很多时候不是因为 他们是野生的 而是他们是外来种 他们是被这些奇怪的宗教 而且很多是高知识分子 去做的 然后包括 我要讲一个台湾非常有名的 名女人叫做 陈文茜 她有一次也 就是去 李洋也写过 对 因为李洋原本书 就是也 就是要叫做 北港湘 北港湘鲁人人叉 那样子 就是影射就是他 对 然后陈文茜是一个台湾 做一件事情 会引起很大事情的人 然后 他有一次 就是跟宗教团体 拿了一堆鱼 然后就去湖里面放生 可是这件事情很可怕 因为它是 鱼是外来种 然后你其实会 破坏那个鱼的 ecology 那样对 然后他还 放在 这件事情 被他们骄傲地 写了一篇问题 在他的social media上 对 然后就被人就骂 然后他 可是他又不肯 他不觉得他自己 做错了什么事 可是你就想说 他们俩都 他一个这样子媒体人 他都会信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表示 就是宗教这件事情 鬼神这件事情 在台湾有多么的复杂 他已经侵入到 人们的每一件事情 生活中的每一件 每一个决定 对 所以我的确 有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去看了 就是 我里面有写了一个 后来才会 就是 就是 就是那个 就是带眼镜 就是到 到最后他 你才知道他是谁 那个角色 对 就是 的确他的 他的那个原型 就是因为我在那边 我在台湾看到 大午教里面 有很多男性的神棍 他们这些男性的神棍 会怎么样 比如说 好就是通常是女性 女性说 我最近 我没有办法 怀孩子怎么办 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 没关系 你给我30万台币 然后跟我睡觉 就可以解决了 然后的确 后来他就生了 那是什么一回事 很荒谬嘛 对 然后我要跟大家讲 我小时候就 看过一件事 就是台湾的乡下 常常 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 就是说 那个桌子会摇 你去叫鸡筒 然后这些鸡筒 你去那边 跟他膜拜的时候 他就说 这样子 然后这个桌子就会摇 然后表示说 那个神或鬼 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因为我小 我记得我躲在桌子下 我就看到下面 他有一个机器在摇他 那我想说 我小时候就被 就 这个事情是假的 这样 对 可是它是一个 这么重大的事情 对 包括我小时候 有个同学 他就是一个鸡筒 然后鸡筒 这件事情有趣 就是台湾乡下很多 说鸡筒是难传男 就一定要 男传子 所以一定要传给儿子 女生不能做那件事情 然后呢 他们就相信说 他们就是 这个神力 会传给下一代 然后他们鸡筒 能够做的事情 是真的很惊人的 就是他们是神或鬼 跟人之间的一个媒介 然后透过他们的身体 让神或鬼附身之后 他可以讲出一些预言 或者是解决你的疑难杂症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一个影像 那样 对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 台湾看一下鸡筒 因为真的 因为现在台湾此刻 正在大甲 妈祖出训 然后一个宗教圣事 是一个庙里面的 一尊神像 他去绕境 他做一个 就是我一直觉得 就是on vacation 就是他在庙里面 住了一年了 好累哦 但是我要出去 度个假兜兜风 然后就 他们就会出去绕一圈 然后你知道 整个台湾会 他们家封妈祖 就是会封到一个 大家会徒步 跟着妈祖 走走走走 走很久的路 然后那中间的仪式 那个人员 这些那个 因为大家都睡路边 然后我记得 因为我们家就在路边 我们家永静就在路边 然后我们家会突然 就是睡了 五六十个陌生人 就在我们家洗澡 那我爸妈 会不会就煮饭给他们吃 或什么的 因为每一家家户户 都会在你的门口 摆很多很多的食物 让大家连备吃 然后你 我们家里让你洗澡 让你睡都没关系 然后会变成一种 很奇妙的集体的神性 就是变成一种 collective experience 然后大家都 我想 我不知道你们 参加过这件事 因为对于 尤其是中部人来讲 你应该有个经验 就是叫做 嫩丢咖 什么叫嫩丢咖 就是教子嘛 因为 妈祖出来 on vacation 所以他坐在一个 他们叫做 宾室超跑 说他是个 Mercedes-benz 然后他坐在上面 然后是人台的 对不对 然后你一定要躺在地上 躺着 然后那个轿子 或不躺 我们是贵的 你们是贵 我们是躺 我们就比较舒服 贵好辛苦 不行 贵你会撞到那个东西 那为什么我是躺 对不对 我是这样子躺 对 然后你知道 你要大家想 就是躺在 比如说 这个路上躺着 然后那个轿子这样子 他说是趴着 不管是趴着 我就躺比较舒服 因为躺还可以看到 看星星 然后那个轿子 从你身上 上过去 他表示说 你被blessed 你这辈子就 通常是生病的人 不开心的人 你就觉得 他是一个治疗 所以他是一个 大家几乎都有的 一个身体的体验 就一定会经历过 这件事情 对 然后就大家 集体着魔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影像 也很有趣的文学影像 还有十分钟 你们抓紧时间 还有谁还有问题 黄老师 你有没有问题 要提问 请说 你可以讲英文 没关系 我可以讲 口口有点重 没问题 我听得懂 谢谢 这些人类 这本书里面 就很多 就其实 很多 他们其实这些人 就 我喜欢 鼓勇的 跟老鼓勇的 大家多复 就其实很有趣的 因为我就想 鼓勇跟他们 沟通方式 之间的关系 因为其实这些 里面的书里面 本来 其实他们很多 有话想讲 可是都不能讲 就自己收起 他们就认为 如果他们这些 动这些话 收起来的话 就保护自己 保护别人 可是就往往 就他们惊 所以他们就 这个 不讲话 其实是一种伤害 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 没有办法 解决东西嘛 所以 我其实 其实 我就是 鼓勇跟 我一直 其实 我反正想 我在从 游泳 因为我就想 可能我在生活 后 我从 我一直说 我老鼓勇想 叫 偷风 就没办法 偷风 没有办法 要怎么办 要怎么转化 就是那个 我就是 那个心理学 我就 对我来说 就可能 显 作 是一种 生活 就可能 有很多那些 懊恼 有很多那些 疯狂 有很多那些 忽略的情绪 我就自己 自己写下来 自己演 然后可能 会感觉 比较好一点 可是 因为我写在 自己里面 就知道 不是一种 疯狂吧 就可能 就真的是 觉得自己 好像在讲 鼓话 就真的是 跟鼓一样 就在自己 写的时候 刚才会有 鼓话 讲 就把 讲了 后 也是 没有人 听到 他可以出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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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就是在想 我就觉得 我对 我对 这个 讲 鼓话 跟那个 对 那些关系 我就觉得 感觉很有趣 我就在想 就身为过程 的人 可能你在 写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自己 会是这样 一个 同样 就有很多东西 要说 可是要说不出去 就能通过 写的方式 来 表达出来 可是 有什么 绝对有 绝对有 因为 我先讲 说话这件事情 我想大家 应该都有 同一样的 身体经验 我问你 你们会拥抱 你们家人吗 你会 为什么 请问你是来自哪里 南部 在外南部 你会抱你家人 然后你 比如说你爸 你会抱你爸爸 爸爸不会 爸爸不会 OK 妈妈会抱 那其他人 会抱家人吗 出国之后 才会 对不对 因为我要是 去抱我妈妈 我妈一定会说 你干嘛 你要借钱 对啊 那就是 我们的身体的界限 是没有那个东西的 对 我想整个亚洲 应该差不多 都是差不多吧 不论是哪个国家 然后 因为美国人 就是 妈妈有个 叫bearhug 对 然后 刚才抱来抱 就现在的兴趣 烦死 对啊 对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 身体的距离 跟语言距离是有差 因为 美国人的语言 很喜欢把很多 比如说 因为我这个周末 才在那个 那个LA Times Festival Books 坐在那边 然后就跟很多路人聊天 然后你知道 美国人说话 我不知道是不是加州啦 对 美国人说话 会非常的直接 Oh my God I love your shirt Oh my God This is awesome 但是你知道吗 那样子 你知道他们是 这些 不管是不是真心的 我觉得都是不真心 对 对 然后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 哪有这种东西 我们不可能 尤其跟家人 我们是不会说出真心话的 对 其实我很多时候 真的觉得就是 说出真心话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 一个危险的事情 因为我小时候 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家里有电视之后 可以看到远方来的电视 台湾很喜欢看 美国的运机 就是 就是SICCOM 所以我从小看过很多 美国来的影集 然后你看到影集上面呈现的 那个美国的身体的距离 还有语言 比如说他们很喜欢说 I love you baby Oh my God 你会想说 如果我妈跟我讲说 我爱你宝贝 我应该会疯掉吧 那样就是我们 我们不会把爱说出口 而且我们其实 我不知道你们 比较年轻的 是不是有一样改变 可是我 我爸妈那一代 是不会称赞人的 是不会说 这样讲的 就是我们会骂人 但是绝对不会称赞你 那样对 比如说我们考试100分 我发现一件事情 因为我过来 就是很多朋友 来到美国生活 比如说小孩子考了98分 我们台湾父母 会骂你那2分 可是美国父母 会称赞你那98分 那样对 就是有那个 因为这个 尤其是这个文化里面 称赞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说 Oh my God You did a great job 这样之类一样 可是我台湾一定是这样 气了 男婚 这样子 对 一定是 就是有这个差别嘛 然后我觉得这个 就是很有趣的文化的差别 尤其是透过小说 这件事情来写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话 是不可能说出 所以是鬼话嘛 为什么让很多 很多话 这些人变成鬼之后 才透过小说的读版 才说出来 因为大家生 作为人的时候 他这辈子都不可能 把那些话给说出来 那我觉得在文化里面 这个东西 尤其是一个 讲华文的文化里面 其实日本也是 就是话不会 那卡在这边 不可能说了出口 你知道日本也是不会 轻轻抱抱 完全不会 他们身体距离 甚至比我们更拘减 尤其他们 他们日本跟日本 家人之间还要进个礼 对 我就喜欢跟日本人 陌生人 在电梯送别 因为他帮你送到电梯 然后一直跟你敬礼 一直到电梯关起来 他还在敬礼 对 就是说 不像你了 对 然后我会发现 他们在新年的时候 某些正常解释 会跟家人 就是有一个很行礼 说谢谢你这一年 对我的照顾 就是有非常 正式的礼节 这种东西 可是他们很多 心里的话 是不会说出口的 对 那我觉得这是 文学里面很有趣的东西 就是 没有说出口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 是最大声的 对 然后你要怎么透过 文学的语言 把它挖出来 那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对 因为 的确我们 我们都来自一个 不可能直接表达 我不知道 像你已经出国之后 回去抱你妈妈 你妈妈我想 你干嘛 她接受了 OK 对 像你 你没有办法 我可以问吗 你没有办法 拥抱你父亲的原因是 我 我 就 其实我跟我妈 的感情很同 OK 然后跟爸爸 比较梳理就对了 对 的确 对 因为 因为 我 我自己去 比如说我的姐姐们 好了 因为我姐姐们 我们家真的多产了 我有七个姐姐 然后 所有的 nephews and nieces 我总共有17个 对 就是 就是我们家真的 我们知道 我妈过世的时候 丧礼 我们需要租一台 大的bus 然后 才可以把大家塞进去 才可以去 增加丧礼 对 然后 所以就是 我看我姐姐们 跟孩子们相处 其实 其实也是啊 就是 你知道 不管亲密 或怎么样 就是 我们 讲中文的 社会里面 很多时候是 那个情感 是根本没有办法表达的 对啊 班老师 你会吗 会 会表达 你会表达 对不对 会 那你会不会觉得 我们很讨厌 这样子 我们都不表达 不会啊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戴着抱袱 从每个文化变形 从语言 都是不一样 那你会抱你的学生吗 恭喜你 你毕业了 快滚 对 尤其 对 不会抱我的学生 对 因为我有一次 就是去 但是那是 你们也知道 我们现在 美国对这个 我懂 都比敏感 没错 绝对不能 跟学生 为其他人的误会 我懂不懂 我觉得还是要比较简单 对 我懂不懂 对 这件事情 现在台湾也是 就是那个老师的办公室 不要关门 因为都要开整 对 所以就是 我懂不懂 对 所以啊 就是 这个区域 甚至会跟性别 跟 跟权力结构 跟什么都有关系 对 那我觉得 这的确是一个 非常值得探讨的 所以谁 论文没有题目 可以做这个东西 好 我想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 如果你听得还不够的 晚上还有一场 在Westwood Library 离间很近的 晚上七点钟 对 我们晚上说英文 对 晚上是英文 这样你可以 听到陈老师的 另外一面 然后又特别感谢 我们的 亚太研究中心 Asia Pacific Center 来跟我们一起合办 这次活动 然后又特别 特别感谢 台湾树院 台湾树院的馆长在 你要不要讲 这样一两句话吧 刚刚六点 就有一种食物 如果你晚餐 想吃饭的话 我们的 是好吃的吗 所以你们晚上 只要省一顿饭 就来徒书馆吃个饭 这很重要 拜托 对啊 最后特别感谢陈老师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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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毕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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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白老师 Mikch 对啊